第三九题,碳酸氢钠受热会分解出碳酸钠水蒸气及二氧化碳,其均衡反应是为2NaHCO3深层Na2CO3加H2O加CO2,把装有碳酸氢钠的蒸发敏置于天平上,测得总值量为58.0公克,将蒸发敏加热5分钟后,再测其总值量为42.5公克, 以之产生水蒸气4.5公克,则产生的二氧化碳质量为多少,这里还是用所谓的质量守恒,反应前的总值量等于反应后的总值量,那么我们现在反应前的总值量是58.0公克,反应后我们测到总值量是42.5公克, 那我们就发现呢,我们少了15.5公克,那为什么会少15.5公克呢?因为我们的水蒸气及二氧化碳跑掉了,那么15.5公克里面 有4.5公克呢?是所谓的水蒸气,所以呢我们的二氧化碳就是11公克,因此第39题问我们说,则产生的二氧化碳质量为多少? 我们答案选择是B11.0。